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我代表奧勒斯 那同時因為這個議題我們非常關注 所以我們大概上個禮拜也邀集了這些團體來共同針對事情來討論 所以我們大概邀集了十幾個福利團體共同來討論 所以我們有對這個事情提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意見 那今天由我來代表說明 麻煩下一頁 那第一個部分當然很清楚 剛剛其實主辦單位講過 特別是台北市現在被公佈為全台灣全世界的房價第一 那一方面我們的公營住宅的比例如此之少的部分 所以我們覺得公營住宅 絕對是有必要性跟公益性的都市公共建設 我覺得很清楚 而且剛剛有釐清是 最近事實上我們也在跟中央談的時候 未來應該也是朝向把公營住宅或社會 列為社會福利設施的一種用途來這樣看待 這是第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事情上是希望說 特別是政治人物和一般市民都應該來體認這樣的價值 下一頁 那第二個當然是我們覺得 解釋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我們非常支持市政府優先來用公有土地來蓋公營住宅 我們覺得這是正確的方向 而且我們的看法從來不是針對這個個案 事實上像台北市還有其他像華光工種等 事實上像最近華光的都市計畫 我們還是一樣的意見會提 我們覺得只要有公有土地 都應該想辦法來往這個方向來做 下一頁 那第三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大概簡單講 是說 事實上剛剛發言局有說明 我們覺得現在大家對公營住宅有一些不對的看法 我覺得看法是他們覺得公營住宅會造成像平民區等等不好 那實際上我覺得依照台北市現在的一個相關的標準 我們覺得說實際上蓋起來不會比現在周邊的社區還差 事實上過去幾年包括台北中央新北的所有的規劃案子 我們都有在參與 我們都有在監督這件事情下一頁 那第四個部分是說 可是我們也了解說居民今天提的這些問題 我們都完全同意也覺得應該尊重 包括剛剛講像製造環境等等衝擊的部分 所以我們建議市政府的確應該強化溝通說明 這個部分我們完全支持 好 最後一個部分我特別強是講容積調整的部分 過去幾年我們當然對容積調整 過去的容獎或容乙我們有非常多意見 包括奧爾斯之前有非常多意見 包括我們之前我們還有好幾個行政訴訟在打 幫居民打制造權的部分 可是我回到這個案子來看 這個案子基本上它的容積調高是回歸公共利益 我覺得應該從這個角度來去思考 這一次的容積調整不是像過去的獎勵 都回歸到地主跟私人 我覺得應該從這個角度來去想 那當然如果最後委員們覺得說 實際上那個容積的太高 對環境還是有衝擊 這個部分我們尊重 那樣我們呼應前一位的講法 那樣應該想辦法把商業區那個容積把它拿掉 可是我們覺得還是要維持公營住宅的優先性跟必要性 好簡單說明如下謝謝 謝謝 好我們下面請標20號的大人禮辦公處 還是大道禮 這個兩個 大人禮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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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